嘿大家好 这里是视频大拍档 我是特黎 正如前面的节目所演示的 GoPro Hero 7的防抖是非常强悍的 不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款运动相机 它的防抖也非常棒 甚至是更好 它就是Insta360 ONE X 之前我都觉得全景相机其实是一种玩具 但是直到使用了这款相机之后 我觉得它是一款内容生产玩具 Insta360的防抖技术叫做FlowState 而GoPro Hero 7的防抖技术叫做HyperSmooth 两者都非常的酷 不过我相信它们的防抖原理应该都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在相机的机身内置了一个陀螺仪 然后陀螺仪能够感受相机的姿态 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画面有些抖动的时候 比如说小幅度的这样倾斜 陀螺仪都能够感知相机现在的状态是否有倾斜 这样做防抖肯定是更容易的 然后再用数码防抖 也就是对画面进行一些裁接旋转 在画面匹配这样的防抖 虽然不是真正的光学防抖 但是防抖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已经看到GoPro Hero 7的防抖效果非常棒 它的防抖效果怎么样 我们来对比一下 现在我们要来尝试一下 用Insta360来做一些运动类的事情 会怎么样呢 来 跑起来 看它的防抖到底好不好 给不给力啊 Come on Let's go 我们先不考虑画质的因素 光从画面的稳定性来说 我不得不说Insta360 ONE X的防抖性能是更好的 这一点可能对于GoPro Hero 7是不太公平的 因为Insta360它的分辨率有5.7K 分辨率会大了很多 而且它是全景的 它把画面全部都拍到了 这个时候在做后期裁剪进行数码防抖的时候 因为空间更多了 所以说余地也就更多 可以把防抖做得更好 能够把防抖做得这么好 它的使用场景和它的使用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 这个就对于我们后面做延时摄影非常有帮助 说到移动延时摄影 GoPro 7的移动延时摄影 非常的方便 效果也非常不错 因为它非常的稳 那我们再说一下Insta360的延时摄影 哇 这种运动模糊是不是非常棒 它可以直接在手机生成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会更酷一些呢 因为画面更稳了 而且它在手机APP里面导出的时候呢 添加了运动模糊 看起来更接近肉眼所见的画面 而不像GoPro 7那样直接硬加速 这样画面太切换了有点生意 不是那么的逼真 但是我不得不吐槽Insta360 ONE X的一点 就是它在手机里面生成这样的效果实在是太慢了 太慢了 如果你拍了一个三分钟的视频 然后呢 你在手机APP里面加速16倍或者加速8倍 开启运动模糊 等等非常非常久 可能要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 我的手机可能稍微老一点 就等了非常非常久 这样基本上就不可用 后来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把它拍的视频呢 找到电脑上 然后再加速 然后再使用frame blending 蒸混合来强行添加运动模糊 这样的效果呢 看上去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们要用Insta360拍摄移动延时摄影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的是timelapse延时摄影模式的话 它是没有防抖的 这个只适合于你把它放在滑轨上 然后拍摄延时摄影 我制作开始演示的那个效果 其实是拍摄的普通的视频 4K 5.7K 30帧的视频 然后再进行加速 这一点就没有GoPro Hero7方便 GoPro Hero7直接选择time warp 然后呢 你选择一下速度 直接拍 拍好了马上就可以回放 它生成的延时摄影会是什么样的 而Insta360呢 就稍微麻烦先 你还需要用手机APP导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 导得太慢了 你基本上就不想在上面导 而且调整 调整起来也不方便 所以说呢 还得在电脑上进行加速啊 添加效果 这样呢 就增加了一些时间成本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画质 画质是相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我们看到GoPro Hero7它的颜色模式里面 除了普通的GoPro颜色呢 还有一个平面 Flat颜色模式 这样可以增加一些动态范围 而Insta360呢 它直接有了一个Log模式 注意这是非常非常灰的一个高端一点的相机 非常相似的那种Log画面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 它对于后期调色还是有很有难度的 因为Insta360拍出来的素材 它的压缩率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这样在后期对Log进行还原的时候 不管你用的官方的调色Lot 还是自己制作的调色Lot 总感觉会出现断层在里面 这个Log模式呢 让人觉得有点鸡肋 因为压缩率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它还是能够提升动态范围的 如果你调色的时候不要调那么强烈的话 还行能用只能说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分辨率啊 它是5.7K 它是4K 但是我们要注意了 因为这里的5.7K呢是整个画面 整个全景的画面 你后期要把它做成一个16笔节的普通视频的时候呢 必须要对画面进行裁剪 这个时候裁剪之后呢 画面的分辨率实际上可能也差不多1080p左右吧 通过对比呢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GoPro7的画质呢是要好一些的 那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它是360度相机 它要处理那么多数据 对于这么小的机器呢 也是非常有挑战 非常有复合的 作为一款运动相机 我们需要将它运用到不同的场景 Copro Hero7它是直接自带防水的 所以说你不需要带任何的配件 就可以直接带它上山入海拍个人的东西 Insta360 One呢你需要买一个防水壳 然后呢你还需要买一些其他的配件 把它装在头顶上啊或者什么的 不过它下面的接口是通用的 所以说也非常的容易非常方便 在看官方宣传视频的时候 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Insta360有一个漂移的功能 它需要一个像小火箭一样的配件 把它装在里面扔出去 它就可以在空中飞 这个时候呢拍出来的慢动作 是非常非常的酷的 可惜我没有这个组件 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演示 这个配件呢也是非常的抢手啊 然后我还非常喜欢 Insta360 One X的子弹时间的这个配件 我们在甩的时候呢会方便很多 因为它是硬杆直杆 比GoPro的子弹时间的配件方便很多 GoPro的子弹时间 它因为需要的线 而且角度呢不好调整 在拍摄子弹时间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很久才能够得到一个 比较满意的角度 而它是360度 而且又是硬杆 所以说你甩起来的声音也方便了很多 我们再来说一下两者的续航时间啊 Insta360 One X它的续航时间是一个小时 官方标的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呢 我感觉GoPro Hero 7的续航时间明显比它更长 不过呢它们两者很好的一点 就是它们都可以支持换电池 你可以多买几块电池呢 直接就可以在没有电的时候换 而且它们都支持USB的充电 作为一款运动相机 我们肯定是会用它运用到各种场景里面的 耐用性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不想戴在身上磕磕磕一下就弄坏了 GoPro Hero 7呢 它的耐用性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摔摔碰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Insta360 One X 如果你不装任何防护套防水壳之类的 你就直接这样戴在头顶上啊 我觉得你还是要担心一下的 因为你看它的这两个镜头啊 非常的突突在外面 你要是在地上蹭一下 撞一下是非常容易磕坏的 买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这样的布袋子 你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插进去 它就不像衣袋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硬壳 可以把镜头保护起来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它需要改进的 作为一款运动相机呢总感觉有点太脆弱了 你可不想两三千块钱的东西 用了没用多久就磕坏了 赚坏了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也最好是买个防护壳之类的东西 把它保护起来 免得把它把镜头给弄坏了 疯了疯了 疯了 简直不要命了 我们难得你来了 刚才说了上面的几点 大家可能会觉得 Instagram 360 One X除了防抖比GoPro7好一点的外 它的画质啊 耐用性啊都没有GoPro7好 不过我觉得全景相机还有一个传统相机不能比你的优势 那就是前期拍摄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太多 可以在后期的时候呢 对画面进行彩剪 来选择画面重新选择画面重新选择运镜 比如说现在我要去骑摩托车或者骑自行车了 如果我的GoPro角度没没放好 我放的太低 放的太高 回去拍完了才发现 哎不对啊 我仰的太高了 画面没拍到 哎呀这个素材就废了 但是如果你使用全景相机 不管你放在哪 你只要放在那能够把东西都拍到 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你做完你的运动回去再来进行选择画面 选择你最精彩的画面 你可以往前看 可以往后看 往左看 往右看 所以说它的灵活性就更多 老法师是吗 老法师啊 老法师拍摄 老法师是这样的 老法师是这样的 要站腿 要滑一点 弄到脸上 OK说了这么多 那么哪一款相机才是适合你的 它们都是运动相机 而且价格也是比较相似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达人 你还同时喜欢拍Vlog 你对耐用性很看重 你对画质也非常看重 那么GoPro HERO7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潮流的人 喜欢酷炫的画面 喜欢新鲜的玩法 而且你在玩极限运动 不想在前期花时间去构图 愿意花时间在后期进行剪辑和调整 那么Insta360也非常不错 两者都是非常不错的运动相机 防抖都非常棒 我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实验一下 我们才能有尊爱 快去小树林